在国门七月十五被称为国欢喜日 为什么这一天是国欢喜的日子呢 因为这一天正是国门三宝之中出家僧人们 经过了一段七天的休息 在道业上有很大的进步 因此国在这一天特别的欢喜 所以就称为国欢喜日 其实大家内心依然渴望着 想为过世的众人 孩子 亲人们 甚至深深逝世的亲人们做点审核 那没有能力的人 要怎么办 其实就是念阿弥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古阿弥陀佛都知道 所以阿弥陀佛早就为众生发用 只要念佛 阿弥陀佛会的祝福众生 到底进步 包括三个道的众生也是一样 有这南无阿弥陀佛圆满的功能之力 所以请大家尽管放心多念佛 我们念佛肯定让我们的中间和往生亲人 在极乐世界享福 我们成佛的 愿众生愿我们同行到达彼岸 愿众生愿的解脱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超度之法 完全是依据阿弥陀佛本愿力的圆满功德 不单只操纵人的悔 并且是救度到佛道 极乐世界去 而且阿弥陀佛没有要求念佛你要如何 就是只要念佛就可以了 也因为这样 并光大师交代 作佛是念佛才师最为重要的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不管怎么念 有妄想没妄想的念佛都是圆满的功德 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圆满功德 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有十句的圆满功德 在西方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自卑摄取众生 我变得过明明后 因为我们就遇见佛 就算我们过世的亲人 他们之前没有学佛 没有知数 没有念佛 没有做过什么善事也好 甚至以前可能无知 被办过佛法 但只要我们现在有为他们念佛 还是照样管用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死终是慈悲的 迷陀佛救度法延开 清净海中降临来 此极乐世界乃是阿弥陀佛为十方众生之所建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家亲眷属勇团聚 光寿如同大愿王 奥 多重生 愿我们同行 到达彼岸